大家好,我是凌森者積塵 好高興見到大家 又到了EinkGoochley的時間 我會帶大家回顧過去一周 在Eink世界所發生的新鮮事物 希望大家喜歡 第一則新聞 Eink公司在3月13日公佈了哈佛公共衛生學院 一項已經獲同行評議 關於用活視網膜細胞受顯示器影響的研究結果 該研究發現更亮、藍色或更懶的光線 會在視網膜細胞上產生更加多的壓力 據Nelson資料顯示 普通成人每天大約有13小時在螢幕前度過 這一系列的螢幕時間亦會付出代價 標準液晶顯示器即LCD和LED螢幕所發射的高能量藍光 在長時間注視的時候可能會有潛在的危險 藍光對眼睛的視網膜細胞會構成威脅 進而擾亂生物中和恢復性睡眠 哈佛研究主要的結論包括 1.顯示器所產生的光譜 是對視網膜細胞造成壓力的主要因素之一 2.包括E-ink的Comfort Gauge前燈在內的設備 比LCD設備對視網膜細胞的影響 最多可以降低3倍 3.色溫調節可以影響視網膜細胞的壓力反應水平 但相對於使用設計用於眼睛安全的光譜的光照解決方案 LCD的晚間模式調節效果會較差 4.沒有前燈的E-ink設備 是不會產生任何藍光 使得視網膜細胞受到壓力 研究比較了兩種不同類型的顯示器 液晶顯示器即是LCD 以及帶有前燈的電子墨水顯示器 液晶和電子墨水的燈光功用有關鍵區別 為了在液晶顯示器上看到圖像 通常會使用於基於LCD技術的背光源 通過液晶材料傳遞光線 相比之下 E-ink的電子墨水顯示器就好像一張紙 它不會散發任何的光線 而是通過反射環境光來照亮屏幕 在光線分暗或者黑暗的情況下 當沒有足夠的光線用於閱讀的時候 電子墨水顯示器會使用前燈來充當內置燈 在這項研究當中 E-paper設備通過不同類型的前燈進行了測試 冷霸暖黃和帶有新的E-ink comfort gate前燈 Comfort gate上工程上是被設計用於減少 從螢幕表面反射出來的藍光 提供更加舒適的閱讀體驗 並且使得燈光輸出是不會透著虎拍色調 研究發現E-ink comfort gate降低了有害的藍光輸出 在夜燈模式下是不會產生虎拍色偏白色的光譜 使用Comfort gate的設備 在暖白模式下可以使用三倍於暖白模式下的LCD使用時間 以及兩倍於相同LCD暖白模式下使用時間 才會達到相同的視網膜細胞壓力水平 沒有前燈的電子墨碎顯示器 甚至其實和印刷紙相比都有優勢 亮白紙相內含有螢光針白劑 而這些針白劑並沒有出現在E-ink的顯示器當中 這些針白劑的產生會增加藍光的反射 換句話說 E-ink顯示器甚至可以被認為比印刷紙更安全 第二則是E-ink產品的介紹 BigMe在去年7月在Kickstarter啟動了BigMe Ink Note Color的眾籌 標榜是世界上首部有鏡頭的彩色E-ink平板 最後成功在兩個眾籌平台 有近2500人營購 霧集了是接近1000萬港元 這個型號原先的彩色E-ink屏幕 是採用E-ink Kaleido Plus技術 分辨率是936x2702 像素密度是117ppi 現在BigMe為這個型號升級了螢幕 新面板採用了最新一代Kaleido 3屏幕 提供了更加準確的色彩體驗 分辨率是1240x2930 像素密度是150ppi 可以顯示超過5000種不同的顏色組合 BigMe開發了累積的色彩處理技術 以顯示更加寬廣的色域 Kaleido 3的其中一個好處 就是灰度的均勻性得到大幅提高 這個將會是一個令到用戶有感的升級 而舊的Kaleido Plus顯示屏 將會被停用 由於這部BigMe Ink Look Color 在歐美市場是和Good E-Reader合作聯成的 是在它的店發售的 所以所有在Good E-Reader Store 預訂了舊型號的人 都會免費獲得升級 而採用新面板的Ink Look Color 型號會更新成Ink Look Color Plus 可以在Good E-Reader的網站購買 估計在2023年採用彩色E-Ink Kaleido 3的閱讀器 將會愈見普及 第三質是E-Ink產品的介紹 Biam推出了Imperial Uniform 這是一個可以定制的AV控制面板 為顯示空間、學習環境和會議失蹤的設備 提供了一個直觀的控制系統 Imperial Uniform配備了一個可以用軟件定制內容的E-Ink顯示屏 可以根據房間的需求 隨時通過Biam提供的軟件、Project Designer 進行編程和設定 它支持最多8個軟件可以配置的按鈕 擁有一個2.7英寸高對比度的E-Ink顯示屏 並且包含一個是板載控制器 因此不需要是外部的處理器 它還配備了一個帶反貴的箱向RS232端口 兩個單向RS232端口 和三個GPIO端口 它支持電子郵件通知 可以通知燈泡、過濾器使用時間和警告 並且設有用於系統配置和維護的mini USB接口 Biam是一家專門提供商業空間 音視頻解決方案的科技公司 例如會議山、港塘或其他場地 這間公司成立於1976年 總部位於美國俄勒江州的比弗頓 今天的最後一則消息是E-Ink新聞的介紹 大上科技在去年12月9日發布了全球第一款 6.7英寸墨水平手機顯示器Link 分為有線和無線連接兩個版本 前者是適用於支持通過USB輸出影像的手機 後者支持Android和IOS手機以無線投屏形式運作 而這部Link本身是配備了一塊300PPI的6.7英寸墨水平 具有冷亂雙色前燈 有線版本是會由用戶的手機供電而進行操作 或者用Link另一個USB-C頭去充電 無線版本本身另外配備有一個5000毫安 另有6800毫安版本可以選擇的保護套 為Link進行供電 當連接用戶手機在Link上面投屏操作之後 會完全復合本身手機的性能 同步顯示手機畫面 甚至透過設定可以進行反向觸控操作 兼且內置有Darsen Turbo墨水平高冊技術 令到用戶在使用Link時候 有更加的反應和更少的殘影 對於既想使用自己的主力手機 又想兼有電子墨水平 護眼的用戶而言 這款獨特的產品正正切中其需要 而且這部Link是不會因為未來 因為硬件問題而被丟棄 用戶升級了你的主力手機之後 Link依然能夠發揮作用 大塞波記這一款產品 目前仍然只是在中國發售 但他們稍後時間 將會在Indiegogo平台運營這個產品 估計會有專屬的海外版本 未知和中國版本會不會有分別 以便他們在中國以外的地區 進行市場營銷 好,今集Eing Weekly的內容 就暫過一段落了 如果你喜歡的話 記得讚好這個影片 如果你想輕輕鬆鬆了解 Eing世界所發生的事物的話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亦希望大家可以分享這段影片 給你的朋友 去認識一下Eing世界 是何等的豐富、何等的有趣 希望下星期都能夠見到你 感謝你的觀看 今日的內容就到這裏 拜拜 拜拜